现在市场上的室内门从材料上分有哪些种类 现在我主要上市场有的石木门 石木复合门 在一个现在有一种我在材料使用上有个界定 石木门和石木复合门比较模糊 简单说是复合门 石木复合门 对石木复合门 还有一种叫复合门 是完全没有石木的吗 对可以这么理解 你太聪明了 还有一种磨牙门 磨牙门是属于说可能价格比较便宜 但是现在从材料上取用材料上来分 主流的还是石木复合门和复合门这两种 就比较适合家庭使用 对没错没错 这里我主要跟你说一下 那个石木复合门和复合门的区别 然后怎么说呢 石木复合门顾名思义呢 就像刚才也说的有石木的部分 就是所谓现在的咱们 在一个门上有封边条是石木的 然后呢玻璃亚条大线条 它也是石木的 表皮也是石木的 封边条就是玻璃亚线条 合比上面有很多造型 欧式造型它也是石木的 然后呢表面单板呢在保证在点六的情况下 这可以称作是石木复合门 就是厚度在0.6厚米 0.6毫米 毫米 对对对 然后呢怎么界定这个复合门呢 复合门就是没有达到刚才这种情况下 我的理解就是复合门 就不能算石木复合 对对对对 现在大家一般的 但是0.6毫米也是很薄呀 但是那个复合门呢 这就区别复合门了 复合门它那个表面 0.2 就是轻用门 贴 合比贴那个单板 表面单板 就是所谓说咱们通俗一点 木皮 0.2 你说比0.2还是薄吧 侧面封边 一般的主流的石木复合门 它是2毫米以上 如果它是复合门的话 1层.6的木皮 就是0.6的木皮 是属于复合门 对侧面封边 它就是复合门了 然后呢 它是正面的 会不会咱们看上去 这门的大面 它是0.2的 而且所有的线条 都是0.2木皮 手工包袱上去的 这种就属于 复合门 只能叫复合门 但是现在有很多厂家 也把这个也 归类到石木复合门 可以说石木复合门 涵盖了复合门 这么一点点石木也算了 对对对 所以它有区别在这 现在为什么说 现在像市场主流 是石木复合门呢 因为啊 现在是从那个 九几年的时候 这个概念呢 引进咱们国家之后呢 为了规避什么 传统上石木门 那个容易开裂变形 这个特点 因为石木门呢 南北啊 这个湿度 气火干湿程度太太大了 就是水分含量啊 咱们标准的话 可能是咱们北京地区 八到十二 但北京那个冬天很干燥 对啊 冬天很干燥 就是太太干了 含水率可能就更低了 等到到北方呢 到再往东北去呢 就更低了 南方可能会高了 十四啊 十六啊 这样子的话 石木门就容易裂 石木复合门呢 你从表面上看 不论从线条上啊 从那个手感上啊 你反正你看上去 就是石木门的效果 然后呢 它还达到了呢 不容易开裂 不容易变形 很多时候 现在上市场上 石木复合门 你一看 有些产家 有些客户 一看 这是石木门啊 其实有的 其实是石木复合门 所以说它就 石木复合门 就起到这作用 石木复合门 就是解决了 石木门的缺点 对对对 然后它用了一些 现在的就是 高科技的材料 像是里头 有用一些松木网格 纯石木的 完了两边用那个 平衡层 密度板平衡层 然后再做一些 线条上去 再的有一种呢 新材呢 用一种 进口的少兰特板 这种复合材料 它比较稳定 割音效果非常好 石木 因为咱们从物理学上来讲 一会儿可能下边咱会讲到 从物理学上讲 如果说声音在传递的过程中 如果是石木门 传递的过程当中呢 它会直接就传递过去 直接流传过去 对 如果中间是空的 它会啪断掉了 然后再传过去 这样是传递速度比较慢 我刚才讲手工 我刚才讲手工 它手工过去呢 复合门呢 就很容易 就是那个 那个手工做上去之后呢 它容易裂起来 容易就是 容易翘起来 如果涂焦量啊 或者说不太好的话 或者干湿度比较大的时候 它容易翘起来 质量不是很稳定 对对 就是这样 简单的说 我刚才说的有点 有点是这一块那一块了 但简单说的 我觉得就是 石木门主要分 就是木门呢 从使用材料上分石木门 石木复合门 石木复合门包括复合门 现在一般的 复合门也说石木复合门 然后再就是磨牙门 这三种 石木门的价格呢 还有一个特点 石木门价格 一般的现在 包括那个 进口的材料有些 咱们现在红木 价格多昂贵啊 你要做纯石木 从里到外都是石木的话 那一个门就是几万块钱 等到呢 你做石木复合门呢 可能用到石木这块非常少 就像在表面上用石木 对 价格还比较便宜 那石木复合门 门心也是石木的吗 石木复合门的门心啊 现在主流应该都是石木的 但是现在各厂家介绍的 也都是石木的 具体有没有说 我是里头用的是石木 但是不是铜材质的 这种情况呢 可能会有 但是主要一分前一分后 它用的可能是说 你这种表面是滑梨的 里头用的纯石木 但不是滑梨的石木 这种情况也都有 但是这都是小厂家的作为了 需要问清楚的 对对对对 主要是还是 真正的石木门就应该是表面 里外 里外是一样的 对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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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木复合门也是这样的 石木复合门它起到那个效果 但是它为了稳定不开裂 它不是一样的 但是表面上看 你一看肯定是这样的 在价格上比较有优势 性价比比较高 就石木复合门一般是里外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表面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看上去 从线条上 从纹理上 你看上去都是石木门的效果 但价格呢 比较低 У 对对对对 对对对别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一样的